数有南区重炮手之称的 无党籍议员王燕美 近年来是饱受病痛之苦 一直努力对抗病魔的她 七号的晚间最终是不抵 病魔的折磨而辞世了 有家人将她从医院带回狱里的老家 八号的上午现议会的议长张俊 也率领着议员同仁前来致哀 政坛好友支持者也感到哀伤和不舍 七号晚间起点多不抵病魔 在医院安详离世的现议员王燕美 有家人将她带回狱里老家 今天上午现议会议长张俊也率领议员同事前来致哀 担任王燕美服务处主任长达十多年的简东明 也在场协助家属智商 确实在地方上 现在已经是第五任的议员 确实为了选民也坚持到最后一刻 那我们也秉持了议员的精神 秉持议员的一个理念 我们又会好好来帮议员来智商 也感谢各位选民们 在这一个期间里面 这一段很长的期间里面 对议员的支持 那在这边也要告知各位选民 那从此之后 议员也在这边跟各位告别 近年来王燕美饱受疾病之苦 绝不减服务地方的热情 这任担任县议会农政小组总召的她 即便在医院接受化疗 对于南区各项农产 产销情形及所面临的问题 仍心心念念 当时在旁照顾的家人也感到心疼 有时候会给老人回车 没有 一定没有的发完 就我前两天晚上的时候就问她说 我是不是最辛苦的 因为我一直是照顾她最久的那个人 然后她就是一种意识模糊的说 不是是最幸福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 好我就说下这句话了 有我昨天晚上 因为我觉得她可能已经快要 快要离开了 所以我就一直握着她的手 对她说 谢谢你 在这些年来教我的这些事情 辛苦了 对她有跟我说好 我知道 无党籍的现议员王燕美 立场偏律 从政至今24年 敢言的大炮风格 以及雄厚的民意基础 即便没有政党奥元 仍获得选民支持 今年3月 王燕美传出离癌后 进出医院频繁 最近进行第6次化疗 病情却只转直下 在7号晚接病逝 地方政坛好友 支持者同感哀悼 而至于大家所关 而至于大家所关注的选区 议员去职或死亡 选缺疑律 根据地方制度法第81条规定 王燕美的第四选区 有三名现议员 缺额未达二分之一 而且所移任期不足两年 所以不会不选 记者石玉兰预理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